11月21日,蓝正龙出演偶像剧《粉爱粉爱你》在台北举办的宣传活动 现场蓝正龙依旧续着胡须现身,男人味十足 举悉为了此剧,蓝正龙献出处女声 但今日谈及此事时,他却自嘲不是当歌手的料 不过录音时自己有尽力,而目前也已完成其中一首 随后他更是透露,在录音时需借酒寻找灵感 就不是当歌手的料,但我也很认真唱了,我已经录完一首了 过两天又要去录另外一首 录的时候需要训练或者调试心理,有特别练一下吗 就一直喝酒啊 另外,蓝正龙与白星会的绯闻一直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不论他出席什么活动,仍被紧迫逼问 对此他再次强调,两人只是朋友 对于众多媒体争相报道蓝白恋 他反斥台湾媒体太幼稚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在接 那你们太幼稚啊,关我什么事 所以真的没有在对他 就是朋友啊,真的就是朋友啊 那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每天在家是觉得躺着中枪 就觉得没办法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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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